香港知名艺人马俊伟从唱歌起家 却没有大红大紫 音源纪会演出了港剧《鹿顶记》而成名 东森热门谈话性节目《蒋亮话》 本周就特别邀请他来分享他的故事 另外还有《来去玩》 《法律人生》等精彩内容 欢迎观众准时锁定 我们节目当中《来去玩》 我们每一季会带大家出游 所以我们蒋宇桥身负重任 带了大家去古巴 所以在节目当中要必须临时缺席 蒋亮话旅主人出游请假一次 亮哥独挑大梁 邀请到唱歌演戏 香港双七艺人马俊伟分享他的故事 他的人生 他的创作 不过悦人无数的亮哥 第一眼就说寒流来袭了 香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都说 你怎么突然 你怎么变成韩星了 我说我没变过我都是这个模样 你是不是整了 我说我整什么 对 天生利子不必整嘛 型男帅哥天生利子 不随潮流而褪色 马俊伟从唱歌起家没有大红大纸 却靠演戏闯出了一片天 一路演来阳光正派的形象屹立不摇 我曾经在电视台跟一个高层说 他很疼我的 我跟他讲 我说我不想再演好人 然后他回我的话是 为什么不演 还有很多好人的角色 你还没演过 与马俊伟精彩对话 还有来去玩单元 讲料话郑重推荐 原来缅甸特色有顶级的行程 吃得好 玩得棒 住得更是没话说 叫The Governor's Residence Hotel 它其实就是以前的总督府 官邸把它改成饭店 所以那个总督府呢 它其实是里头有荷花池 所以有很漂亮的游泳池 所以这个总 他们对 我想这个总督府当初的设计 它对居住的品位 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去注意 我真的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品位的 法律人生单元 连胜律师事务所 徐志明律师将讨论 在美国要不要配合警方来办案 我们的权益有哪些呢 更多完整的内容 欢迎本周六和星期天 锁定东升与超市频道的奖量化 东升新闻 彭提吴中国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满线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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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